有健康的身体,生命才能有品质地延续下去 由于任何的医疗或非医疗手段都不能单独治病,只能作为助缘 藉由身体热能作用及组织器官运作 以激发体振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重获健康 可见,健康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 体力又来自于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 而非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 既然如此,与其教导民众健康要靠疫苗、吸药乃至手术 不如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 所以,在生活中提倡落实医疗保健支援 避开伤身致病支援,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 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换言之,要落实医疗保健支援 在生活中,就要善用按推、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不足 如此,既能使疾病消灭于无形,达到致胃病的效果 也能使疾病加速疗愈,达到致乙病的目的 此外,生病时一定要避开伤身致病支援 尤其不能一味依赖手术、打针、吃药 否则越阻代包、轻易毁伤,必将得不偿失 毫无疑义,这种崇尚自然、尊重生命 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 既合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也是医疗与保健避走之路 好,这一段是沉寂着上一段 一路再讲下来 刚刚讲的,生命自主前的问题 那你生命要能够有品质延续下去 第一个,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来承载着你这个生命 不管你以后要修行或是怎么样 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怎么修行 你如果一般的工作 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你怎么去外面打拼工作 所以健康的身体是一个最基础的 那如果有了这样 我们的生命才有品质 如果没有健康身体 这里痛,那里不舒服 每天光身体的这些毛病 你都穷以应付 这样的日子是很难受 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提出来 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如何达到这个健康的身体 不是靠 由于任何的医疗或非医疗 都不能单独治病 只能作为助言 这里特别强调 很多我们现在谈的医疗 都说人治病或是怎么样 我们前面也讲 那治疗只是一个方法 真正能让疾病消失的 是你的因 也就是你的体质 有没有改善 如果有 那自然身体就可以达到自愈 自我疗愈的目的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所以任何的盐都必须 各种治疗方法都必须要借重 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 这样经由它 你这些盐经由这些身体的运作 来把它吸收转化 才能够激发提振我们 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 治疑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获健康 我这里特别把体力跟免疫力 治疑力特别提出来 因为这三种力其实就是体力啊 讲来讲去我认为 只是因为现在医学 太多的名项 那很多人搞不清楚 免疫力 治疑力 甚至修复力 还有体力 事实上你体力好 免疫力就好 治疑力就好 修复力就增强 所以看来看去 所有这些痰的 不就就是指体力吗 啊没有体力了 你的反过来 你的免疫力也变差了 治疑力也不行了 那还有修复力 也达不到 所以到最后讲的 其实体力就是指免疫力 治疑力 所以我们常常讲 我们看西医常常太多名项 那其实都不是指的我们的体力 但西医也知道体力好的人 对疾病恢复特别快 那这个不就是抵抗力 免疫力吗 对于像流感也是一样 有体力的人他恢复的比较快 没有体力的 尤其老人家 他死亡力就会更高 这也是大家医学界所了解的 那这个体力 很明显就是免疫力 治疑力 修复力 你从这样来理解 就不会被很多的说法所迷惑 比如西医有时候在治疗癌肿瘤 他们也知道效果不好 所以不断在研发 最近也常常听到 他们又有一个免疫疗法 如果这个免疫疗法 是让我们体力增强 让我们的好细胞来杀死坏细胞 照西医讲 那这个重点就在于体力啊 问题这些免疫疗法 又达不到让我们体力增强啊 但却冠上一个免疫疗法 那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出来 其实这个还是从果下手 不是从医 真正的医还是要从体质下手 体质好了体力自然就好 自医力 修复力 免疫力 自然就增强 是这样来的 那有了这样 也就是这些盐 透过我们身体的运转 吸收 然后来增强我们的体力 譬如你人很虚了 很累了 按推一下 然后把体伤改善 然后用一些温补的 比如熔浆汤来温补 或外热炎来温敷 哎 身体很快他就恢复了 这是在临床上原始点用了那么久 已经都可以了解的了 所以这样来提振我们的热能 来增强我们的体力 才能够使我们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获健康 所以真正关键能够让我们健康的 是我们的身体本身 然后这些盐只是来帮助我们身体 自我修复 赶快回到运作正常的轨道上 这才对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样已经可以理解了 没有一种药 也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我们体力好 你体力要好 除了要保养内外热源按推以外 更重要的还要怎么样 强调运动啊 还有充分休息 你熬夜了体力就变差了嘛 那体力变差了免疫力 致意力修务力就也变差了嘛 这个是同样道理 所以这些体力 是来自于自己的锻炼 所以为什么原始点 它生命还有健康也好 都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不是依赖人家 那怎么掌握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嘛 体力就来自于最简单的生活方式 你不要把它搞复杂了 好 那当然我们现有的医疗方法 越来越复杂 反而得不到健康啊 你越复杂的这些全部是含良药 有时候要积极治疗的 包括侵入性的治疗 又对身体 人体有严重的破坏 这看来都不是好方法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既然如此 那与其教导民众健康 要靠疫苗 需要乃至手术 不如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 很显然嘛 这些疫苗 现在我们说流感 也好 或是新冠病毒也好 那你一直在研发疫苗 现在又有人提出 那对于变种疫苗 虽然有些有效 是不是全部有效 他们也自己还没有很肯定的 提出这样的答案 那还有西药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就要长期吃西药 让民众好像非得依赖药才能生活不行 那到了危急的病的时候 反而应该补充热能 结果他手术又更进一步伤害体质 这个好像诸多的这些 好像要达到健康 反而跟健康离得更远 所以我这里提的就是 与其教导民众健康 要靠这些疫苗 西药乃至手术 不如教导民众 你就如何过健康生活嘛 比如说这新冠病毒 你还是照常生活 但是你要戴口罩 要避开群聚的地方 要勤洗手 这些我通通都认为非常的好 但也不至于 一定要过度了 恐慌了 到最后的 所谓全部都封 好坏人一例不管我全部都封 这样又有一点比较走向 比较极端 破坏性 譬如你这一区感染 好 我们尽量就是这些人 把他们教育观念 让他们知道 第一个在家尽量不要外出 这个可以 然后戴口罩 然后勤洗手 然后进一步 按推头部原始点跟上背部原始点 然后外热炎 温敷 还有随时如果感觉已经有不舒服 喷鼻 姜粉喷鼻 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就可以 让热能足了就可以修复体伤 来达到这些症状的缓解 那如果到了呼吸困难 上背部按推 还有涂姜粉泥 这些如果应用得到也可以缓解 那这样民众自然就不恐慌 而且平常你就是这样做 不是你得了疾病才这样做 平常 比如说你要预防疾病 比如现在大家都在流行 那你就这样做 平常就该按堆按堆 该温敷温敷 那把体伤解决了 自然就不会恐慌 有了疾病也是这样做 如此就可以达到健康了 好 所以这里提出的还是强调 民众健康 不是靠这些复杂的医疗方法 还是要靠把教导民众 如何从生活化来得到健康 这样才比较实际一点 而且也不会浪费很多的资源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原始点的宗旨在这里就提出来 原始点宗旨就是 好的方法我们都要落实 包括外内热源 平常饮食啊 还有一些生活作息啊 都要以好的 比如要良好心态啊 运动啊 休息啊 不能熬夜啊 诸如此类 避开伤身致病之眼 伤身致病之眼很多啦 比如说错误的生活习惯 不运动 然后平常情绪又不好 起伏太大 然后甚至现在的新冠病毒 这些传染 这些都是伤身致病之眼 那你就要避开 这样你就能提升怎么样 人体的免疫力跟知医力 因为你都做对了嘛 你有运动在断念 心情又很愉悦 然后观念又很正确 这才是原始点认为健康的 达到健康不恶法门 所以也是原始点极力提倡的 所以我们把它认为 原始点最后归咎就是 它就是断乐修缮啦 简单的讲 对于炎来讲断乐修缮 你一定要把好的炎继续继续落实 那把坏的炎尽量来避开 这样自然你就可以得到健康了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那这里把具体的都有写了 就是刚刚已经讲了 要善用按推热源 还有适当运动 重复休息良好心态 来改善我们这些体质 好 我们进一步看下一页 那这样就可以达到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达到自未病的效果 也就是你有病就可以达到治病 如果没有病 像这种没有病 你就可以达到自未病 也能加速疗愈疾病达到治疑病 所以原始点就是你有病没病 你都要用这样的方法 那自然这些都可以达到 非常简单 也非常容易落实 好 我们进行看下一页 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 前面就是你用的善言可以达到有病治病 无病也可以强生自未病 那如果你已经生病了 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 你要避开伤身致病之眼 其实没有生病的时候就要避开了 也不是原始点都是它的体系都是一贯 那生病时特别要避开 如果你没有病 像现在新冠病毒 那这些二元我们也尽量要隔离啊 尽量要避开 不但要避开啊 而且也不要一味的 依偎我们复杂的医疗方法 而且这些医疗方法很多 刚好不是在改善我们的体质 反而是在破坏我们的体质 比如手术 大家都知道 这一手术下来 有时候几个小时整个体质就破坏了 人的身体就变更寒了 还有长期服用西药 西药这些寒良药 也是消耗热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那这些长久下来 你到底利跟弊 只要自己评估一下 有时候都得不偿失啊 弊多于利啊 所以我们不要依赖这些 比较会伤害我们体质的一些方法 否则月除太饱啊 你轻易把身体就毁掉了 必将得不偿失啊 这也是提醒的话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这里特别再把原始点 它所提倡的再进一步讲 毫无疑义 这种原始点是崇尚自然的 而不是要用一些精密的仪器 这一些太多人为的造作 还有仪器检查一大堆 哇 这些都不是很自然 那原始点自然就是 你有症状我通过观察症状 从果退因我就了解啦 然后也是尊重生命 不以破坏身体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来守护你的身体 所以这才是 这样生活化的医学才是 合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那我也认为这才是 医疗与保健必走之路 那当然啊这个医疗 我说的医疗跟保健就是 在中医就是指的一针二针三用药 针刺穴位就是医疗 灸跟药就是保健 那原始点也是一样 按推原始痛点或患处痛点是属医疗 那外内热源就属保健 那这些都要遵守着 不破坏身体为原则 尊重生命 然后越生活化越自然越好 也就是返谱归真 那这一段也 健康原来简单的讲 结论就是健康本来就是很容易达到 这在生活中就可以达到 不用一定要很复杂的方法 然后高贵的药才能达到 不应该是这样的 好 那最后 原始点到底是不是医学 很明显 虽然心中这个我是毫无疑意 但是很多人说 平常看到说原始点你这样按推 然后红豆带温敷涂姜粉泥 这样就能够解决那么多疑难杂症吗 他真的就是医学 人家医学都是厚厚的 很多的理论 好 结果呢 你只有一本本 一小本的医学的书 这样也算医学吗 类似这样 很多的质疑 我常常听到 那我们来看看原始点到底属不属医学 好 我们下一单眼请莉莉来念一下 医学之时间必须包括诊断与治疗 而治疗又包括医疗与保健 原始点的诊断是通过观察症状 推断疾病之轻重及提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 原始点的治疗必须按推与热源并用 其在生活中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以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如此才能加强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达到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受 预防疾病 再者 通过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既可使疾病消灭于瞬间或无形 又可分辨已病或未病之提伤位置 由此可见 原始点不仅已完全具备了 诊断与治疗 医疗与保健的实质 还可使诊疗融合为医 一步到位 从这个立场称其为医学 可谓当之无愧 此外 原始点通过非侵入性之按推 与非药物之外内热源 以期从因自愈疾病 与西医通过注射 手术及服药 以求从果解决疾病完全不同 这种生活化且没有医疗行为 却又完全具备医学实质的新型学科 到底该归属于医疗还是保健 亦或是一体贯穿包含更广的医学 虽然答案清晰可见 但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 只好见人见智 各取所需 由民众去评判 让时间来检验吧 好 我们把这一篇文再来解释一下 原始点之实践 也就是指原始点在临床上 它必须要包括诊断与治疗 而治疗又包括医疗与保健 我们知道医学一定包括理论跟临床部分 那理论我们说了 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它的理论都非常多 那当然原始点也有它的理论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先不说 我们就实际来看 它在临床上所做的 那临床上一定有这几个 一定要包括诊断跟治疗 而治疗又有分为医疗与保健 好 那这个就是构成一个医学架构的 最重要的因素在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原始点是不是可以达到医学的 这个堪称为一门医学呢 看下一页 那原始点它还是有诊断跟治疗 那它的诊断是通过观察症状 从果去推因 推断怎么样 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 已经都讲了很多了 在此就不再追溯 然后来决定你到底要按推热源 以什么为主 比如轻重症那就是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重病就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类似这样 那这样治疗原则定下来了 还有所需时间到底要花多少 因为原始点已经从众多案例中 总结出治病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那还有到底有没有效 这些都是喔 渐往之来 从过去然后的经验累积下来 而总结出来的答案 所以原始点现在的诊断 一开始就可以做到这样 而且这些都很快速 在跟患者对谈中 短短可能两三分钟 就几乎可以做出 这样的这里写的所有决定 所以原始点 它是真的能够说到做到 而且很快就可以马上知道 我现在说的这些答案 好 那这是它的诊断部分 那就治疗部分 我们看下一页 它的治疗特别跟别的不一样 它是按推与热源并用 如果按推属针刺穴位 那热源有灸跟药 那原始点是 一针二就三用药 全部都要用 而且并用 绝对不会说分内科 比如说内治法用开药的 还有外治法用针刺穴位或灸的 不这么分的 原始点它是一定是病用 而且在生活中 因为原始点医学它是生活化嘛 所以原始点它在生活中 特别要强调好的习惯 那就是一定要运动 不能熬夜要充分休息 还要有良好的心态 不要常常郁郁寡欢 来提升我们人体的这些 免疫力 治医力 简单讲就是体力啦 好 我们看下夜 这样有了体力 它就能修复体伤跟热能不足 达到我们要的就是 有病可保命及疗医疾病 那无病呢 就可达到抗老 征受 预防疾病 简单讲就是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好 继续看下夜 最为不一样的就是 在诊疗上 原始点它是合一的 就是它可以透过 一条脊椎脊七处原始点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那这样按推 不但如果你有病 还可以解决你现有的病症 如果没有病 把这些压痛点找出来 你按推 它也可以达到致胃病 所以它是在按推 你只要找得出来 就可以确定这里有体伤 然后不管它这个体伤 已经形成疾病了 还是将要形成疾病 它都可以 在治疗中就可以一次完成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又可以诊断出 乙病跟胃病的体伤位置 这个很明显 既是治疗 又是诊断 所以它等于在按推的过程中 诊疗已经是合一了 这也是跟以前的所有医学都不一样 诊疗要达到合一啊 目前如果没有原始点出现了 只能说是一个空谈啊 你不管西医 西医一定要检查好几天 然后全身检查出来 然后才说啊这个你身体怎么样 才做出结论 然后再来探讨下面的药治疗 那中医也是啊 中医虽然没有那么复杂 也比较简单 但还要透过万文问却之后 然后以辨证八纲来分辨你的体质 然后要中间要跟患者 问了很多他过去种种 然后问完之后再来辨证论治 你体质变出来了 我再来考虑 我应该用什么方来对治你的疾病 所以不可能说你按推的时候 既是治疗又是诊断 这个概念是之前 任何医学都没有出现过的 那这一点也是我说的 能够让诊疗合一 对医学做出重大贡献 应该就是诊疗合一这一个 让医学大为突破 所以从上面的论述来看 它既有诊断 通过观察症状 来推断疾病之轻重及体伤位置 它就是属诊断 然后又透过按推与热源并用 然后其中的按推原始痛点 又可以达到诊疗合一 那它既不但既有诊断又有治疗 然后它的医疗跟保健 按推属医疗 外面热源属保健 它都有啦 而且还可以达到诊疗 融合为一步到位 这个也是以前的医学达不到的 那从这个立场 当然就可以称得上医学啊 而且当之无愧啊 尤其很多都已经突破 现有医学的框架了 所以现有的医疗法 常常是跟不上原始点的脚步 它把这些完全都落实到生活法 民众都可以很方便的使用 但这些医疗法还在谈 他们只有你一般的保健是不能治病 好像保健只能让人家舒服一点而已 那真正如果说对病情有帮助 都要称为医疗 事实上那一看就知道 那种观念是很落后的 那如果照西医界定的 医疗只有医疗人治病 那中医就不是 它就不应该有灸跟药啦 因为灸跟药就是改善体质啊 它不可能立刻像 按推压痛点或增刺穴位 立刻解决病症啊 它时间都要一段时间了 所以保健 这西医没有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所有的这些方法 运动也好都不能说是治病 但确实它会影响体质 那体质本来就有治医力跟修复力 就可以达到治病 怎么会保健没有治病的功能 从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这也很奇怪 可见原始点它突破了 现有的医学很多框架之后 再来界定这个医学的 看得更清楚了 那很遗憾的我们的医学落后 中医或原始点已经很久了 因为它没有保健 然后这些医疗法又由这些人来制定的话 那就更容易走向偏差 很可惜啊 所以我们把医学 从原始点的整个治疗 然后整个的理论临床 然后怎么落实 都讲得一清二楚 什么才是医学也讲得很清楚 但西医它在医学 它只有诊断跟治疗我们也承认 那它的治疗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这也可以看得清楚 但我说的很不幸 全球就是要听西医的话 目前它是龙头老大 它认为治疗就是医疗 那医疗就是治病 其他都不能算 其他保健也好 自然疗法也好 它都认为是养生的 这样而已 这这个跟我听解好像大意齐去啊 好 这一段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原始点还有最大的跟中医跟西医 不一样的是怎么样 它是透过非侵入性的 中医还有针刺卸位还有侵入性 那原始点是没有侵入性的 它就是按推 那非药物之外内热源 它也不用药 它就是姜 姜汤为主 然后还有一些电热器啊电热产品啊 那些都是日常生活 生活中就能拿到的 那这样来达到怎么样 从因治疑疾病 也就是从体伤跟热能不足 也就是中医的体质下手 然后来达到怎么样 身体自我修复体伤解决疾病 就是达到这样 那这个跟西医通过注射手术 这个是侵入性的 当然就一看就知道不一样 还有服药 服药这一个部分 也是药物治疗 那当然他们说 药物都只有医师人用 那原始点也不需要用到药 就是日常的热源只要把握住 哪一个比较温热 甚至强调日常生活 譬如我们的饮食 从饮食中在煮菜煮 煮什么的时候 要加胡椒 辣椒 生姜 加里之类 比较温热的 就可以达到温补的效果 也不用一定要吃什么中药 或是一些营养食品 在西医分析的 还有什么高蛋白啦 维达命ABCD 通通不用 它的温补就来自于 只要了解这些食物 知道食物不管寒或热 它只要进入身体 身体都会把它吸收转化为热能 只不过寒凉 在吸收转化的过程中 会消耗我们更多热能 让我们体质越来越寒 所以我们在选择方面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选择温热的 那温热的就是我说的 从日常生活中这些调味调味料 你在煮菜的时候就要怎么去熬煮 然后来配合这些调味料 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 所以它完全可以生活化 这个跟西医从果解决疾病或中医 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它已经算是慢慢跳脱出来 所以我说原始点它走得太快了 而且快到已经医学 不被医院框架格局框住 它是从医院进入家庭 再从家庭落实到生活 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跟它是 而且它强调的是 人体本来就有自医力跟修复力 不是像我们现有的医学强调的是 你健康一定要靠外来的药物 甚至还要严重一点还要手术之类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这种 这里就特别强调 这种生活化 且没有医疗行为 却又完全具备医学实质的学科 到底该归属于医疗还是保健 抑或是一体贯穿包含更广的医学 虽然答案清晰可见 但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 只好见仁见智 各取所需 由民众去评判 让时间来检验吧 事实上讲这一段话也是蛮无奈啊 因为他因为没有医疗行为 那民众已经被这信有的医学 好像教育惯了 他认为医学就一定要打针吃药种种 要不然就是没有效 好像医学就要搞得很复杂才行 但偏偏原始点 他已经走向生活化了 不需要有什么高深的学问 或读了很多复杂的理论 他把这些所有的繁复理论 都把它简化了 然后又可以很简单的就做出来 所以这种生活化 它没有医疗行为 但是它到底是该归属于医疗或保健 这是替好像很多质疑 原始点的人问的 你这个是医疗吗 还是保健 还是医学呢 虽然答案已经清晰可见 因为医学它的整个架构 我们也都划出来了 这还有什么好增值的 那中医的一针二丘三用药 原始点已经用另外一个形式 把它完全表现了 也就是它的针刺穴位 我把经络完全拆开 只剩一条脊椎及七处 也不用针来刺穴位 我们只要用手的工具就可以达到了 这样完全没有侵入性 那你说要药物 装药 原始点也不要 更何况更西医的那些化学品 完全是无关的 所以它已经完全这样简化之后 然后也都具备了医疗的 刚刚已经讲了 它已经按推 就已经具有解决疾病症的医疗效果 怎么会没有医疗效果 还有它在保健方面外内热源的使用 也有致疫疾病 致疫疾病就是靠自己身体的体力 来修复体伤来达到 那当然这个就很明显了 所以保健当然是有致病 所以我认为如果从医疗的架构 中医还比西医更高明 那原始点 他这中医的一针二灸三用药 原始点全部都有了 所以它当然已经是贯穿了 那诊断方面前面也已经提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医学 答案已经很清晰 但是就是有人看你这个 因为原始点它才短短发展 差不多还不到20年 所以对于各方排山倒海而来的质疑 我们也只能淡淡一笑吧 因为从我一开始发表原始点 一开始就有人对我诸多的批判 还有质疑 但也不会因为这些质疑跟批判 来让我的脚步停下来 反而我认为这个不是个人的是非问题 而是这个可以解决 所有人生老病死的问题 这个一定要坚持 所以在这样看开始的时候 当然这些批判种种 他们以为就能够好像当原始点 因为我看很多网络的在传 也有很多负面的说法 那这些我都不是很 不是特别说一定要去管这些 我认为原始点就是管好自己本身 不要再去跟人家争论这些 因为没有时间再去争辩了 所以最后也是就是 最后这几句话也是自己的心情 那如果你还是认为 我已经都讲到这么清楚了 总论也把三个医学都做比对了 你还认为它不是医学 那我也没办法 所以只好见仁见智 各其所需 那民众要批判也好 要赞叹也好 那就让时间来检验吧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提出 就是各地方他们做出案例 当然常常都会说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张召茵医师 我是这样看法 我是觉得更该感恩的是 民众 患者 因为原始点他是以病为师 病人才是我们老师 我也是从病人身上 然后直接找出答案来 然后找出答案之后 我把我知道的 再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跟你们一致的老师都是患者 所以我反而要求志工们 以后再做案例不一定要特别强调张召茵 张召茵这个名词真的一点意义也没有 因为我也说过了 我在后继里面有讲 哪一天我走了 下一辈子如果我再 轮回为人 还有下辈子再来 我也不知道我叫张召茵啊 那张召茵又代表什么 没有什么 可能他只是一个原始点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名项而已 那真正让这个原始点完善的是患者 患者出了不懂很多问题 有时候我做得很好 有时候我又觉得做得很差 那从很差做不出来 我又去思考怎么突破怎么解决 最后才把它完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不敢鞠躬啊 那也觉得这一个过程中 今天原始点的法能够这么完善 我第一个要归功的就是这些患者带给我的冲击 然后第二个 很多志工做出来的案例 也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理论讲的是没有错的 所以我反而应该感谢各位 所以你们也就不用大家太客气 彼此感恩来感恩去 更该感恩的就是患者 好 这是我最后的一些感言吧 好 那 ских轿 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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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